你们爱家谁家 非诚我不嫁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 宫里的礼仪嬷嬷在来的路上了 你快给我拦住 快 这家能喝辣的就靠你们了 大王之路也靠你们了 爹 今天这天气可真好啊 今天的风沙可真够大的呀 哎呀怎么就迷了眼 什么都看不清喽 哎呀 老头等过了这风头 以后你想吃什么 我都给你们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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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殿下 这圣上 不是已经下旨赐了吗 不知为何 就想见到他 一刻也不想他 哎 哎 哎 什么人 哎 就你 啊 帮我见一下 哎 哎 谢谢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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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你 你怎么在这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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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这是 废话 当时从家 跟你说这么多干嘛 对了 上次你在竹林 为什么受伤啊 我 还有 我好心救你 你居然不告而别 那天其实我 算了算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 能帮我拿下行李吗 谢谢啊 嗯 逃婚 嗯 当今膳上下的职业很痛 真的是 什么了 本小姐风华正茂二八年华 再说了 那太子我连面都没见过呢 万一是个糟老头子怎么办 哎 我听闻啊 我们太子面下 那可是玉树林峰 那喜欢他的人 得从这儿一直排到林峰去了 嘿 没错 在下也略有耳闻 你们修你们上啊 好 不知小姐你还有去处呢 没有 小姐 你现在毕竟是太子妃的身份 一个人独行肯定不同 时间久了漂泊在外 容易遗难飞影 不如 飞影 嗯 好吗 这个好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确定 小姐只是出去逛逛 对 小小姐说她去听犬了 好险好险 老爷 小姐她 好好照看小姐 千万别让她在外面惹出什么祸事来 是 老爷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云千宇 你们呢 在下川林 我叫木槿 干杯 干杯 对了 你们看起来也不像是本地人 找到落脚点了吗 我们公子啊 那可是 初来乍到 寻亲未果 哦 原来你们是寻亲啊 嗯 没关系 这一大午我很熟的 嗯 以后有事情 来墓云客栈找我呗 墓云客栈 啊 真是巧啊 我们也在住那两位 啊 公子啊 我们不是住在 啊 那真的好巧啊 再来一杯 哎 嗯 您快吃啊 来来来来来 吃啊 来来 好 再来点酒 好嘞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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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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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退下 天悦 你这穿的未免也 你懂什么呀 只有穿成这样 才能让我这个太子妃 引来非议 你想啊 既然是皇命难为 那我总要让那个太子 多了解了解我吧 你这是要 我就是要让全京都的人都知道 我云千语 就是个 顾着四六的阴丫头 登不上什么大雅之堂 更是做不了什么 太子妃 原来是为了回婚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机啊 走 说敢就敢 再喝一个 怎么样的酒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看什么看 看什么 这次在这次在这个 A C 别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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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吃你们 原来千语今天顺装打扮 是想进会吃饭 也不全是 我还约了玉老板 玉老板 那谁 听闻云相府的千金来赐 玉老板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 我们说点实际 我听闻你这玉柜房 有京城数一数二的美呢 找两个头牌 陪我喝个酒